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这节课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这一门课程的一些特点 以及主要讲哪些方面的内容 好,那么首先大家也应该能够猜测到 我们必须要讲的一个方面的内容 就是Python的基础语法 好,那么很多同学一说到基础语法 就觉得这个很简单 随便看一些资料就会了 但是我要说的是基础语法 对于一门语人的学习来说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简单 也许我们简单的看一些资料之后 就会去编写这个代码 但是基础语法里面有很多比较灵活的应用 以及一些高深的知识点 这一点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课程 来好好学习一下 也许在我们学习编程的初级阶段 可能啊 了解一些简单的基础语法就可以了 但是呢 随着我们啊 这个编程的日积月累 你越到后面呢 越会发现啊 基础语法呢 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有很多同学呢 编程编写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呢 会遇到一个瓶颈啊 那么这个瓶颈的这样的引起的因素呢 可能的原因呢 有很多啊 但是呢 其中一个啊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啊 基础知识啊 不够扎实 我们之前说过了 这个同样的一个功能呢 可能呢 有很多种写法啊 但是呢 我们如何能够写出这个高效优美简洁的代码呢 其中一个决定的因素啊 就是这个基础语法 此外呢 还有一点啊 有时候我们写代码呢 存在一个效率问题啊 之前呢 我们也谈到过了 就是啊 别人可能写一个功能的话呢 可能只花一个小时 但是你写一个功能呢 可能要十个小时 那么中间的原因是什么 一方面是经验的问题啊 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于啊 你的基础语法 没有别人掌实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我们课程的下一个特点 我们课程的下一个特点就是啊 我们呢 会重点的啊 来讲一下这样一个所谓的啊 Pathonic 好 那么我们首先要来了解啊 什么是Pathonic 要解释这个Pathonic呢 用这个语言的概念来描述呢 这个呢 我认为呢 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 那么我们呢 来看一个简单的小示例啊 好 这个示例啊 大家呢 不需要把它完全搞明白啊 因为我们的课程呢 就是去讲一些基础语法啊 我们呢 直观的感受一下啊 对比一下这样的一个代码的复杂程度 来感受一下什么是Pathonic 好 假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我们需要将AB两个变量的值 做一个交换 那么啊 在C语言风格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语言中呢 我们通常怎么写呢 我们通常是这样的啊 首先呢 你要定义一个临时变量体 然后呢 把A这个变量的值啊 临时的放到T里 然后呢 再把B变量的值付给A 最后呢 再把临时变量T里面的值呢 再付给B啊 那么要完成这样的一个功能呢 总共用了三行代码 看起来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以下的三行代码呢 也并不复杂啊 但是呢 如果啊 我们用Pathon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 怎么写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Pathon里面啊 我们呢 只需要用E行代码 就可以解决 将AB两个变量的值 交换这个问题 好 什么是Pathonic呢 这个呢 就是Pathonic啊 非常典型的Pathon风格的写法 当然呢 我们这里呢 只是啊 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啊 Pathon里面呢 还有很多啊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 交换变量的Pathonic的写法啊 好 那么我们再呢 回到我们的这一页的PPT里面啊 所以说呢 通过刚刚的示例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Pathon的语法是非常融合的 而且呢 我个人认为呢 也是非常别具一格的 那么学习语言呢 就应该啊 要学习这门语言的风格特点 风格和特点呢 才是语言的精粹啊 尤其呢 对于Pathon来说呢 更加是如此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课程的另外一个特点啊 我们的课程里呢 会尝试着啊 去对Pathon的一些高性能 与优化的这样的一些指示点呢 做一个讲解啊 同样是我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啊 对于同一个功能呢 可能啊 有数个 甚至是数十种写法啊 但是怎么写啊 它的性能比较高 然后呢 这个代码的美观程度呢 比较好 这个呢 就是一个问题啊 那么我们写代码呢 一定啊 不要紧紧的啊 只满足于啊 实现一个功能 我们应该呢 尝试着啊 去选择性能最高 又非常易于理解的 这样的一些代码的写法 这个呢 才是最正确的一个选择啊 好 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三个 我们这个课程的特点啊 然后呢 我们呢 还会啊 给大家呢 简单的介绍一些啊 数据结构方面的 这样的一些知识 也就是说呢 我们呢 会尝试啊 用Pathon来实现一些 常见的数据结构 什么是扎实的 编程功底啊 这个呢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不同的答案啊 那么我的一个个人观点就是啊 数据结构 这个呢 是啊 扎实的编程功底的一个基础啊 好 那么啊 对于一门语言来讲啊 什么是基础 我们刚刚说了啊 基础语法是一门语言的基础 但是呢 我们如果把这个视野呢 放到整个的这样一个编程 大环境下面呢 我认为 抛去语言的不同 那么数据结构啊 才是基础啊 数据结构这个大家起码要有一个基本认识啊 就是啊 数据结构是通用的啊 它呢 和语言是无关的 你可以呢 用Pathon这个语言来实现某一种数据结构 你呢 也可以用加碗或者是C++来实现啊 这个呢 是大家要有的一个基本认识 好 那么关于我们的课程的特点啊 呃 我这些年编程过来了之后啊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 这里呢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 框架也好 类裤也好 还是技术也好啊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啊 我们很多同学呢 呃 已经迷失在了这样的一个众多的技术海洋之中啊 疲于在不同的语言或者是不同的技术之间啊 来回的奔波啊 也许呢 你会很多的语言也了解过很多的技术 但是呢 基础呢 却并不是很扎实啊 也就是说呢 我们常常说的啊 对语言的本质了解的不够清晰 呃 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会造成啊 你以后在这个编程的路上呢 会遇到一些瓶颈啊 所以说呢 我们这门课程啊 有一个特点就是啊 我希望啊 我们呢 能够啊 一起来回归到语言的这样一个本质啊 把我们的基础呢 好好地啊 做个扎实一些啊 来享受一下语言本身的纯粹之美啊 好 那么关于课程的特点啊 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呃 最后呢 我想说啊 并不是因为想讲Python 所以说呢 才说啊 让我们回归语言的本质 享受语言本身的纯粹之美 而是通过我这些年的这样一些变成经验和观察 的话呢 呃 现在的技术确实是太多了啊 我们很多同学在面临这样的一个技术浪潮的时候啊 非常的容易困惑啊 既然呢 呃 技术太多啊 语言也太多 那么其实呢 我们呢 就应该啊 抓住一门语言啊 把它学精通 好 那么啊 关于课程的特点呢 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最后呢 我想说啊 呃 我们现在的这个语言啊 实在是太多了啊 随便数一数啊 就有实际中 那么我们很多同学呢 在面临这样的一个语言选择的时候呢 非常的容易产生困惑啊 其实在我看来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啊 选择一门语言 把它学精通 当你精通一门语言了之后啊 你会发现呢 很多其他的语言呢 都会变得啊 这个触类旁通啊 你在去学习其他语言的时候呢 会发现呢 他们之间呢 会有很多的相同点啊 那么啊 如何把一门语言学精通呢 我个人认为啊 就是要回归到语言的本质了 好 朋友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